大家好我是REX 那我們開始吧 小班和過去的小班正在打擊幻空 而恰好兩位不同時空的幻空同時碰觸到小班他們 讓他們的心靈對調了 原本以為幻空有什麼超屌的計畫 原來他只是亂用 剛好發生這個現象 然後回到過去 小班跟小文講說自己好想念他 讓小文以為未來的自己一定是掛了 所以小班才這樣說 之後馬克爺爺告訴小班 未來的事要少說比較好 之後矛盾出現 說自己換了裝備 是因為在未來有一場時空大戰 現在矛盾告訴小班要阻止幻空拿到自己的懷錶 因為真的讓幻空離開這個 已經被矛盾暫時控制的時間 之後幻空跟矛盾展開一場激鬥 告訴小班不要插手 然後矛盾的手就真的斷掉了 之後幻空跟矛盾消失了 矛盾告訴小班 最重要的東西就在你的手上 然後小班看下矛盾斷掉的手 而現代的年幼小班到處濫用 十分難以控制 此時出現的是小文 他便是管班達人 而聰明的木克告訴小文 你怎麼會來這裡 小文告訴木克 在小時候小班告訴自己 自己今天一定要去找小班 他本來不想來的 但是想起當時的小班實在是太認真了 就是不像11歲的他 而在這裡的小班告訴小文自己完全沒印象 所以馬克算出了原來16歲的小班傳送到了11歲的身體重了 但是小文表示這樣他們應該要知道啊 只能說時空旅行太複雜了 反正現在就是要帶小班去雪泥大王 但是11歲小班表示耳爆了 之後穿越過去的年長小班告訴小文 5年後的今天來找我 把我帶到雪泥大王 之後現代的眾人來到雪泥大王 並根據留在那裡的狂暴相鋪貼紙發現有一點串的數字和線索 跑了好幾個地方 最後卻又回來了雪泥大王 而小文覺得小班瘋了 但是穿越未來的年幼小班覺得自己十分天才 因為沒人想得到起點跟終點近似相同的 讓小文也覺得小班或許是天才 然後小班拿到手之後就被幻空搶過來了 那隻手就是掌扣時空的超級寶物 我就減稱她是 是 Oopsaker baby 之後幻空跟小班眾人展開對戰 小班變身極動襲翼冰凍忍者小兵 而幻空眼看不敵 啟動了手套的力量卻造成時間的撕裂 無法統治宇宙的幻空 表示那他要毀了全部的時空 而此時出現呢能穿越5年前的通道 以及關押矛盾博士的時空之外 然後小文們同時施法解救了矛盾博士 小班們各自要冰凍和綁住幻宮 但是力量強大的幻空 擺脫了小班們 小班只好說 矛盾A夢趕快告訴我怎麼做啦 矛盾說 真哪裡沒辦法小班 石中王 因此小班添醜矛盾的建議同時啟動手錶 就能讓11歲的舊版手錶透過新手錶同步 兩人就能變身石中王 兩個石中王射出超強的超時空光波 如此強烈的能量讓幻空無法支撐 於是原地消散了 然後矛盾告訴小班 沒有了幻空 接下來時間都會回復正常 年輕的小班說 這才是為何我們什麼都不記得的原因啊 矛盾博士說 你真是越來越進入狀況了 然後一切都回復正常 然後就馬上出現半哥 半哥說 小班 矛盾博士呢 跳時空魔盤 賣般輪屍時空怪獸 正在大鬧各個時空巷限 是 時空戰 然後就結束故事了 那時空戰也是從自己買下的伏筆 那我是Rex 我們下次見 喜歡可以分享 按讚 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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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眾 海中 掌聲 指